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角龙化石股价在法国巴黎高价拍卖 中国短道速滑队时隔两年重回世界赛场 鸿蒙用户达1.5亿智能座舱最快年底发布 首届世界航商大会在香港举行全球百鱼机构应邀参会 普华永道全球主席罗浩志表示 可持续发展时代 上海面临更多机遇 美国供应链问题引发关注港口集装箱堆积如山 报价5.5万美元 拜登之子被曝 欲卖俄罗斯大亨分析报告赚钱 24岁的加拿大华裔钢琴家 获第18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冠军 山河壮丽 黄河入海口的纯净世界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法国方面的具体新闻 随着英国与法国渔业纠纷升级 法国政府20号放话 法方可能会在本周末之前宣布对英国能源和贸易施加制裁 英国及英方属地泽西岛上月拒绝向数十艘法国渔船发放捕鱼许可证 法国政府反应强烈 谴责英方举措令人不可接受 根据英国脱欧协议今年1月1号起 欧盟国家渔民能够获得捕鱼许可 进入英国海域捕鱼 但是随后数月 法国渔船向英方提交的申请频频遭据 经常出现数百艘渔船中仅有数十艘获批的情况 法方批评英方违反协议 威胁采取制裁措施 法国政府发言人加里布埃尔阿塔尔20号表示 如果协议未被遵守 我们显然处于对英国采取制裁的境地 而潜在的制裁领域包括 能源价格是否批准进入法国港口 以及关税事宜 按照阿塔尔的说法 如果英法不尽快就渔业纠纷达成协议 法国针对英国的制裁措施 可能在11月生效 法国先前提议 围绕渔业纠纷 欧洲联盟成员国应与法方保持一致立场 共同采取对英方制裁措施 本月早些时候法国与另外10个欧盟成员国发表一份联合声明 就渔业纠纷一序 谴责英方态度 今年5月 法国渔民组织数十艘渔船在泽西岛首府 圣赫利尔附近海域聚集抗议 英国渔民则威胁 法国渔船如果封锁港口 将构成战争行为 法国渔民抱怨 泽西岛自治政府单方面强加苛责条款 如对渔船做出限制和规定捕捞天数 导致众多渔船无法获得许可 对此 英国首相府5月声明 泽西岛有权规定其水域内的渔业活动 英国政府则在泽西岛自治政府有需要时提供支持 泽西岛距离法国北部海岸大约23公里 距离英国南部海岸大约140公里 电力供应主要靠法国 在过去几年 英法渔民争执不实失控 在2018年 两国捕捞扇位的渔船 曾经互扔石块和烟雾弹 法国费加罗报21号报道称 法国前总统奥朗德 在自己的新书里猛批现任总统马克龙 称其是 一只睡帘上的青蛙 随着事件的发展 轻易改变主意 从一个信仰跳到另一个信仰 这以火药味十足的比喻 引发外界关注 有媒体解读称 当初是奥朗德一手 把这个比自己年轻24岁的银行家 提拔为总统顾问 然后又让他担任法国经济部长 原指望他能在自己的任期和连任竞选当中 相助一臂之力 却没想到 马克龙2016年自组政党 以中间派的姿态亲自参选 最后击败奥朗德当选总统 为宣传自己的新书 奥朗德在接受采访时 对马克龙当下的执政表现 提出严厉批评 他在这个任期里缺乏连贯性 导致在国家角色生态和安全性等 重大问题上多次掉头 除了青蛙 奥朗德还把马克龙比喻成没有指南针的旅行者 认为这个自称颠覆了左右划分的中间派实用主义者 其实是在传播混乱 他本应该努力让法国人和解 现在却让法兰西民族更加分裂 英国《泰晤士报》分析认为 虽然已经离开总统府阿里舍公四年多 但是奥朗德并不想就此告别政治舞台 他有意参加明年的总统大选 但民调显示其支持率只有5% 此外在新的著作当中 奥朗德重申了他的左翼宣言 呼吁法国采取新政 重新分配财富 减轻底层民众的经济负担 当地时间10月21号 世界最大的三角龙化石股价 在法国巴黎德鲁奥拍卖行拍卖 排出价格为665万欧元 巴黎德鲁奥拍卖行 举办世界自然史相关藏品专场拍卖会 并于拍卖会开始前夕 公布展示了这件三角龙化石股价 这件化石股价是本场拍卖会 最重要的拍卖品 估计价格为120万至150万欧元 而最终的拍出价格为665万1100欧元 远远高于估价 而买家是一位来自美国的匿名收藏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内的主要新闻 中国短道速滑队没有参加上届市井赛等国际赛事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近两年时间没有参加正式的国际比赛了 而在昨天下午男子500米的预赛和小组赛当中 我们终于见到了中国短道速滑名将武大庆在赛场的身影 男子500米预赛首轮 武大庆在第13小组的第一道 比赛开始之后 武大庆是一路领滑 并第一个冲过终点 毫无悬念地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 滑出了预赛最快成绩 40秒557 那这场比赛也是武大庆时隔近两年重返国际赛场的首秀 随后第二轮小组赛 第一道的武大庆起跑就抢到领滑的位置 尽管身后的荷兰选手和波兰选手紧紧追赶 不过武大庆最终把领先优势保持到了终点 以40秒014的成绩获得小组第一 顺利晋级四分之一决赛 10月22号 东莞华为开发者大会 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于成东表示 鸿蒙OS升级用户达到1.5亿 预计今年底明年初将发布搭载鸿蒙OS的智能座舱 华为的鸿蒙OS 哈姆尼OS也是史上发展最快的智能中端操作系统 从今年在P50上市发布以来 在智能手机上用了 我们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5亿用户升级了 鸿蒙OS 我们的平板 甚至我们的手机 甚至我们的手表 甚至我们的智能音箱 甚至我们的IoT设备都能提供 能支撑我们的鸿蒙超速系统 我们想这样的发展势头下去 我们预计到年底可能会达到2亿 到明年我们有好几亿用户来支撑这个升级鸿蒙超速系统 很多人问我们我们的鸿蒙OS在汽车方面什么时候能体验到这样的一个产品 我们预计在今年年底和明年年初 我们和小康赛利斯发布的新一代的豪华重新SUV 将会搭载我们的新的这个HarmonyOS的智能座舱 我们希望把这个智能座舱的用户体验领先于全球的所有的这个行业 所有的擦舱 我们和广大的全球的开发者们合作伙伴们一起来打造一个在万物互联这个时代 万物智能时代的这个万物智联的全场景的这个操作系统及生态体系 新兴之火可以燎原 星光璀璨 未来可兴 谢谢大家 10月20号首届世界航商大会在香港举行 大会由在港央企招商局集团牵头创办 并携手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工会 国际航运工会 香港传东会共同举办 以互利共生 连接未来为主题 旨在促进国家十四五规划在香港落地实施 充分发挥香港国际航运中心地位 中国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出席并致此 他指出 航运业作为基础性 先导性 战略性和服务性产业 在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希望香港以本次大会为契机 进一步发挥航运要素急剧的优势 在促进全球航商沟通交流方面进一步发挥更大作用 第二 香港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航运中心 航运业高度发达 特别是航运金融 保险 法律等实力雄厚 这其中包括招商局集团和中研海运集团 等国内外航运企业 机构为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交通运输部将一如既往地积极支持香港 巩固和提升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 更好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尹宗华 出席大会并致辞时表示 国家十四五规划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纲要 明确提出要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航运中心地位 香港航运业只要找准发展方向 加快转型升级就一定会迎来辉煌的明天 香港行业有背靠祖国的市场优势 有营机连接世界的区位优势 由系统完善的专业服务 还有不断开拓进去的创新精神 只要把好自身的功能定位 找整发展方向 加快转型升级 就一定会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 也为全球航运业的发展 注入新的动能 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庙建明 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出席并致词 他表示希望通过搭建世界航商大会 构建更加公平 更有效率 更具韧性 更为绿色的全球航运新生态 We hope that the World Maritime Merchants Forum can provide shipping practitioners a place for discussion a set of mechanism for communication and consultation and a community that focuses on consensus within the industry and a platform for pragmatic cooperation Together, we can contribute to the creation of a new harmonious shipping ecosystem and the progress of the global shipping industry 普华永道在中国有逾2万名员工 上海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分支机构 普华永道全球主席罗浩志认为 市长咨询会议是一个 正企交流的绝佳平台 各方共同探讨 市长咨询会议是一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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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面我们来了解国际资讯 近期美国港口集装箱堆积如山的现象成为关注焦点 美国供应链问题也引发广泛关注 洛杉矶港和长滩港是美国最繁忙的两个港口 而目前仍有许多的货船排队等待进港 有约20万个装有货物的集装箱在这两个港口堆积 许多集装箱里装载着美国工厂在国内生产产品所需要的零部件和原材料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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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现任总统拜登之子亨特 被曝曾于2011年试图以5.5万美元 向一家美企出售俄罗斯商业大亨的分析报告 对方回复称亨特的报告不值这一价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地时间10月21号 24岁的加拿大华裔钢琴家刘晓宇 获得第18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冠军 他在决赛中演奏了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 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